恭请陈师傅开示 非常感恩 是临时变化球 那所以应该算是神秘嘉宾 突然之间出现 那非常感恩是 为什么会答应师浩 是觉得师浩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因为一直以来都觉得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但是他觉得有因缘 帮上传法的时候 就是把握这样的音乐 所以他常常会跟我分享说 希望为什么在金色 我们现在也是很努力的设了 金色红法团队 那包括我自己承担的 网络红法组 那其实也是非常战战兢兢 跟也会觉得很惭愧 自己到底精进够不够 或是对上人法随的深入 到底是有多少的功夫 可是每次看到了 感受到四号师兄的那份 精进的心 就会觉得说 身为法脉的我们 更应该是哲无旁贷的 要帮上单起的 传法水 红中门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相对的 当上有所期许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应该是要学习 该承担的时候就要承担 所以是下午的时候 四号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五间祈祷请主 就是说他突然想到 有这一堂课 谁可以承担 那可能大家线上也都在忙 那我就说 如果真的需要 也没有人承担的时候 我这边就是可以协助的部分 那也没有问清楚 就就是反正先答应就对了 那可是大家都在忙 忙到了傍晚的时候 都就是有上课 也有上的视讯连线 所以到了六点多的时候 才想说 那今天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那也真的很感恩 是上对于 这种把团队的期许 然后在今次的圣团这边 我们除了有网络红法主 还有就是 之夜的一个导读带动 那甚至于是 功能扶持的部分 那另外也包括会务府的关怀 那四组也都是很努力的 希望借账了姻缘 那最重要 我是觉得从 之前我们看到的文明网事件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听到 会听到说 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在 就是有需要课程的时候 那有时候难免可能大家 分享或是自己分享各方面 那也会听到外界的一些 对此次的一些质疑 那当我们自己在近视红法团队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上的法是这么好 那对于诠释上的法的那个诠释权 应该是回到法脉这里 不管是师父们或是清修士们 我们应该就是要这份的承担 那所以慢慢的 我就会把自己 我这样的姻缘随时的时候 就会把那个近视法随 妙莲华随时见闻 把它做一些整理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菩萨也会 因为我不是有大家的赖的群组 但是如果我把视讯上面上开示当中 有整理过之后 还做了重点的部分 那有LINE的 比较有在往来的LINE的部分 我也会做这样的分享 我总是期待说上的法是 让更多人可以听得到看得到 那所以我自己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是法喜充满 尤其感受到当自己在听教在整理 然后在听上的开示 其实每一个因的一样顿挫 或是所要表达的 其实在尤其自己在整理当中 是感受非常非常的深 那所以也会把它做成重点 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也是上演最近 开示当中最新的一个 那大家最近可能有相对的会接到 像范师傅他也是听上演的话 就说上演就说 你们现在年轻人 不管是电脑 iPad或是手机 只要打开一滑 就可以传出讯息 那你们应该要发心力量 就是把这些东西做一个整理 后来就 看范师傅也是非常忙在随时 可是他现在每天也是都会有一个 大概一夜的那个上人法语的部分 是当天的开示 那就会把它做成分出去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当自己整理完 再看那些东西 像印证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重点都还蛮雷同的 那我自己对上这一天的开示 所提到的 诗是心上一亩田 想是心上的一个着相 那就会回馈回来 就会反省自己 就说对啊 我们常常都只是在想上面 那想的是什么 可能一直在缅怀的过去 那也可以妄想的未来 然后你就会自己说 啊我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回过头来 我们有没有学习到 把握现在的这一个分秒 把握现在的一个因缘 好好的精进 那所以上也是教导大家说 人间菩萨如荣夫 如果放开了这些执着相 用心耕耘我们自己的心田 然后也用心布下善种 就会成就人间的大良福田 那布下这个善种更重要的是 上也教导我们 就是说我们今生所做的 就是来生的一个因缘 那所以当我们自己 布下的是一个善种 然后这个善种 可能会停留在我们的第八世 甚至已升到第九世 那就是回归到清净如荣的本性 所以要做到这些 真的就是一定要下功夫 所以很敢有姻缘 在上昂的身旁 这样子的可以有紧紧跟随 那当点点滴滴 上昂讲到的一个妙法 那就是要回归回来 用在自己的 不管是精进上面 不管是在协助会晤的辅导方面 那其他有更多更多的法 来跟大家互动 那最重要的是回归回来 就是要涵养自己的德恨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可以跟大家广结一份善缘 那所以也期待 因为这样子的 一直累积这样子的一个 福德姻缘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 带往来生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善种 所以其实用心布下 这个善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自己也会用穷子欲来警惕自己 那这个是在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那可是因为刚好在台湾的演艺 是在5月5号的下午 所以有些人可能没有 没有因缘就是上来 但是有些人也听到很多人 都是就是希望共同跟上人 过5月5号的55周年庆 所以相信也很多人 可是在那个经济养育过程当中 除了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肉类像给我自己的感受之外 我觉得穷子欲也是一个 就是一直在警惕的自己 因为我们的心常常真的就是会 流落到五道士生 然后都会不自觉 就好像穷子一样心执迷 然后自己的卑微见识浅 就是因为我们法随不够深入的时候 佛法的一个 精实度不够的时候 常常也会觉得 好像信心不具足 就会起起落落 就好像穷子一样心执迷 卑微见识浅的时候 他如同流落到五道士生 就会不知道慈父的一个用心 这个慈父讲的是佛陀的教法 更讲的是上人 在这么用心的引领着我们 教导我们 但是我们理解的是多少 所以上人常常在开示当中 也会说你们到底 到底吸收了多少 那这也是提到的 穷子一昧逃避慈父 慈父想帮设法要乔装浓匹 以穷子来清静寻行善佑 那真的就是我们常常 也是那种心会远离的 然后起了懈怠心啊 或是贪嗔痴慢以五毒 都会聚盛啊 所以其实还是会常常告诉自己 就是说在渐渐修行当中 一定要去 就是除了山葬住烦恼去消除之外 也要时时去告诉自己 就是说你要去远离了 这样子的贪奔痴慢以五毒 那这样子就好像穷子找回了 这个家找回了长者的父亲 然后回归回来 那在这个穷子育当中 其实最近尚昂开世 也是也刚好成语的时候 竟是法水庙莲华 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有一天我就听到尚昂 在在开世当中就提到 就说慈父想帮设法找穷子 但是现在的阶段 我们既然有尚昂这样子 用心的为我们开世 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归回来 要是穷子要去找慈父 要去找这个法进来 然后去深入去精进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让慈父一直想方设法找穷子 是我们要化为主动 要去寻找这个法 要去精进 那在那天演艺过程当中 当看到这边的时候 也是想到上昂开世 如来自业法子传 佛恩浩瀚无伦比 慈父敏念 寻指环 也是一再强调了佛恩浩瀚无伦比 无论从最近我们也是 常住这边也在研读 就是这次法随没有年华的七辟域当中 那里面都会一直提到 佛恩浩瀚无伦比 当想到佛恩浩瀚的时候 也更想到了上人 上人真的就是 最近开世也是一再提到的 他真的就是抽着 就是拖着命抽着气 然后期待是 尤其在这一波的疫情 这么远近的过程当中 这么多人的一个惶恐 那真的是感受很深的是 上人其实没有办法醒脚 可是心心念念牵挂的是什么 现在在疫情当中 只记得四大医院 三小医院 在台湾承担的是一个很重的责任 每天牵挂的是什么 我们的医疗团队安全与否 每天牵挂的是这么多这么多的确诊患者 然后面临的这样子一个生理识别 那个场景就好像去年在美国的情形 在全世界的情形一样 那当回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感受非常深上的忧心 虽然没办法出去 但是上人心念上都牵挂了大家 所以就安排一场一场的视讯 他自己生命都没有空过 早上还是很早起来 然后听闻自己在 见识法术庙妙年会的开示 早上也一样 有志工早会的时候 主持志工早会 没有志工早会的时候 他还是用心的守在他的书房 听了什么 礼拜三到礼拜六是 常住师傅的分享 礼拜天是 清休士的分享 上人一样是守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觉得 上人是非常非常用心听的 那慢慢慢慢 常住师傅这边跟清休士 也因为用心也有深入法 所以在越来越多的分享过程当中 上人就觉得说 他看到了一个传承的希望 他也知道大家都是 把他诠释的非常好 那慢慢慢慢也就比较安心 那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刚好是6月3号 有慈善支撤会 那慈善支撤会 那天刚好也有这样的 随时姻缘在旁边 那慈善支撤会是 支撤会每个礼拜四下午 是没有对外 对外的一个视讯连线 但是上人 除了重视支撤会之外 那最高兴也最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分享者的 的温馨故事啊 或是法的一个传承 让他最安心的 就是礼拜一下午 所以当清洗四的支撤会 常常在最后上 开释的时候 上都以为我们有对外开放 那其实这个是没有的 那所以那一天在 慈善支撤会的时候 当有人去报告提起的 是英功导师 因为6月3号大家都知道 6月4号其实就是 以国力来讲 就是导师远起的纪念日 那当然农历的日期是不一样 那那一天也刚好有人提到了 就是我们最敬爱永远的大师兄 德慈师傅 在提到过程当中 其实上人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上人是那种 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静 但是其实上 上人内心是很悲痛的 因为再怎样 就是第一个弟子 慈师傅已经跟随上人 将近60年 已经是58年 这样子一个这么长的岁月 可是突然 在生病过程当中就走了 所以上人那一天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再在的哽咽 是那种很不舍 就是说不想提起 但是又不得不提起 不想再想念 但是其实就是满脑子 其实都是在思念着 所以那天上人就提到说 生活最实在的就是 无常的这样子 那也因为听到这样一些报告 然后上人就说 其实他这一辈子 那是以人以事 以世界都无真 但是任何一个人 我都很重视的 因为就是要尊重生命 那原本 其实我在6月3号的 支撑会分享当中 其实在前不久 6月13号 在跟北加州培训的时候 其实主轴有讲到的 就是缅怀大师兄的部分 那因为我想说 那边之前已经讲过 所以我今天的重点 大家会比较放在 就是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慈激人尤其在台北区院 怎么担起这样一个重责大任 让上人安心之外 那也更看到了 慈激人的一个大人大勇的精神 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那天上人 因为感慨的 就是英共导师的一个缘起 还有就是慈师父的一个离开 所以他上的开释当中 就会提到说 过去感恩这一趟来人间 过去有多少菩萨 先我而来 把我带入了菩萨道 种种的姻缘 在时间年岁中 这一路走过来是 走走跌跌 是是非非 总是在时间中过去 所以当上人在讲说 走走跌跌 是是非非的时候 其实那种感慨是很深 真的55年来 在做实际的过程当中 总是很多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宁静 很多很多的毁谤 各方面 但是上人总是 就是提起了这样的一个 信心毅力勇气 然后一路走走过来 那不管也是有很多的 是是非非 包括从去年的疫情阶段 我们从国外先救的时候 就有声音说 为什么不救台湾 其实那时候台湾是 一直以来都很都很平安的 那但是也因为过于疏忽了 所以今年五月多的时候 就重重的就是 敲醒了大家 因为疫情一再一再的 一直在攀升过程当中 那所以其实当有这些是非 当无名网事件的时候 上回归回来 总是教导弟子们说 你们就是不要去管这些 只要相信自己是对的 勇敢的往前坐 坐就对了 那所以一路走过来 我们就知道说 都是上人在引领着我们 那那天提到的时候 上人真的也很感慨 他说 现在是感觉到很安慰 55年来了 那慈祭所做的 真的慢慢也被看到了 这个尤其是这个时候 疫情缘峻的时候 社会需要 然而50多年前的慈祭 在克难中 当时是没人也没力 而且是很孤单的 那上人会觉得 就是分享者是 不管是诗号 或是静远老师 在讲孤单这两个字的时候 上人马上回应就说 对啊 提起过去真的很孤单 现在还是很孤单 因为其实上人常常就会说 其实他个性是非常非常内向的 不善于去与人互动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 常常会去升团 丛林走动啊 去跟人家互动 可是上人就觉得说 他就守好他的本分 那也很多人可能会很喜欢跟 就是政府啊 大机构去做那些 就是常常去走动啊 去沟通去什么 可是上人觉得他的个性就不是这样子 那感觉上一直来都是都是孤孤单单的 但是回归回来上人也是说 对我而言 其实人事物都是那么的淡 就是那种常常跟我们讲 分享到五量一经里面都会讲 田安淡薄无为无欲 然后也是一份的 静解清权自选虚没 总是那么的一份的淡 然后但是守在这个地方 心可以回归到最原点的清静 但是心也可以扩展出去到 就是心包太区亮着沙界 只要有苦难的地方 上就是想方设法去救 所以上人就说 他也很感恩有充分的这样助缘 如果没有好因缘 的确是没有办法这样的成就 那刚好是在慈善制社会的时候 是他就提起了盆栽域 因为上很开示当中就提到是说 他前面的这一个盆栽 讲怎样怎样 所以他就用盆栽域在 比喻自己的分享的时候 那上人就提到说 种子放入盆子里 他会萌芽会生根 但是他真的就是只是 急眩在小空间 那包括上人 现在也是很练习 很认真的就是 还是期待自己的体力可以维持 所以就会很用心的绕着 会客室的周围这样子走路 那每次走一走走一走 他看到了 他就觉得说 这些盆栽 都只是小盆栽 都只是局限在那个地方 那如果说 要让它可以长大成树的话 一定是要 就是更大的空间让它成长 所以当上人那天 听到这样子讲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这一辈子 自认就是局限在盆子里 因为上也没出过国 就是永远在金色的空间 就是他的座椅 然后无论是在 有回来过的人都知道 就是在会客室的后段 在沙发上 或是前段在那个大椅子上 那但是 即使有走出去 也是从书房出来 到会客室 或是从会客室到灾堂 这样子的一段路 然后最近还是跟我们提 就是说 但是每个人都说 若以松多漂亮多漂亮 好想去 但是路总是 还是没有办法走到那边 每天都是那么那么的忙 那所以 上人就很开探说 自己是局限在盆子里的这样子 可是 当上人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感同身受很深 上人就在讲说 因为我也是刚好有这样的姻缘 陪伴的同人 然后帮上人承担起关怀的会晤 然后在长座当中 也是多一些比较多的参与 可是那天上人就提到说 他其实是很感恩说 大家都提出了 慈善面面都顾到了 这下也做到了 那下也做到了 然后每项安排都很好 很尽责任 很感恩很满足 但它是一盆盆的盆栽 各做各的 到底有没有连起来 那就会 其实就会 就会自己在 也是一样就是反省会 就是去省事说 就我们自己在做 带着同人在做会晤关怀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都是 只是见到一盆盆的盆栽 是很美 或是它有它的成果 但是 其实还是不是有各做各的 到底有没有连起来的那个问题 那当然其实 自己在想的时候 就想到说 哇 上人真的是观察细微 他都很知道 弟子们或是在 各个地方会晤推动 那 那天其实 自己有一张音源 跟随在上海宣判的时候 感受也很深 就是大家年纪真的也渐长 那 有时候我们在跟上人报告说 这个地方会晤怎样 怎样的时候 然后上人可能突然之间想的是 譬如说 在美国的会晤 上人可能想的是 早期啊 在中南美洲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 新泽西啊 不管是 哪一个地方啊 都去承担起来啊 然后人都去到那个地方啊 或是 在海地震灾当中 那他就会停在一直觉得 之前的影像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但是现在真的 就是有时候报告之后 可能马上没有办法 集中在脑海中 那 有时候南美也会 老玩家就会说 那你们什么事情都怕我知道啊 然后都没有讲清楚啊 那同人会觉得 有点想要沮丧 可是我就会跟同人分析鼓励 就是说 其实这是 慢慢慢慢 当我那一天 我们老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 这样同样的问题 那所以 那天上 也很直白的跟大家说 说真实语啦 现在是现听现忘 但是过去的景象 很明确的在脑海中 所以尤其是 过去的影像的时候 再加上 思考晋远老师 每次在星期一的下午 或是像慈善之测会 他就会把 过去的历史 再拉回来的时候 上人就会觉得 他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 其实也会在 当中借这些事项来教导 用法来教导我们 上人就说 过去是说很孤单 其实凡事都无法孤立 我的人生 不过我们自己去看 自己想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的人生 都是要依赖众生 要依赖物质 要依赖五股杂粮 才能生活 那这就是上人在 就是会教导我们 要失存无关 那也让我想起有一天 蛮好玩的一件事 就是刚好是教育之测会 然后上人就开始 讲的就比较深 就是深入的东西 就讲 开始讲 跟大家讲 要实存无关 就是要寄功多少 两笔来处 然后寸几得恨 全缺一勾 那刚上人在解释 这个实存无关的时候 我就看到 不管是校长 或是院长他们 其实可能比较少 接触这样的佛法 因为实存无关 是我们去受戒的时候 进无关堂的时候 就是要 心念上是要实存无关 然后包括 其实我现在 每一餐 在用餐的过程当中 早餐 中餐 也都是会实存无关 那是上人阶级教导的时候 我就看到 院长跟校长 他们好像还不够很理解 那我就上了Google之后 把那个实存无关 无相 然后再把它用 就是简单的一些解释 给他们看 然后我就看到校长 他们一接到这个讯息 院长他们接到信息的时候 就说哇 你怎么那么清楚 我们现在正需要这个东西 那所以这些 也就是上人教导我们 就生活离不开重 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所以重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包括后面 其实在六月八号上 跟星巴威视讯的时候 也是一再来跟 周星才师兄讲 很感恩 你好像地藏往不上 守在星巴威 这个苦难的国度 但是期待你 还是要多培养着 因为真的一个人 没有办法坐进天下室 那一个人更不能 只是独善其身 而且是要融入众中 然后就是要奸善天下 一起来担仗 那因为是慈善之社会 又有这样缅怀 那上人就说 其实五十多年的那一念心 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 为什么五毛钱集合 很多的姻缘 那小钱行大赛 到底后来延伸 有多少国家在推动 多少故事感人 那包括缅甸的米铺 它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成功的 集合大家的力量 小钱行大赛 一粒米 累积累积起来 以前上人会讲说 一把米有三千多公斤 现在一把米有两万三千多公斤 那其实后来 他们给我们的数字 是更庞大的 那上人却缅怀到 就说因为施工的缘辑 然后就回想到说 如果在五十多年前 不是因为施工的一封信 要请他去 家里的庙与南路 去接当地 那个庙与南路的住持 那可是很感恩是 有些我自己是最感恩 是因为我是 虽然不是花莲土生 但是我是花莲土长 那幸好是上人 因为有后来三十位家庭主妇 去找袋叔 写了一封陈情书 请施工留下上人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相信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也没有办法 在静涉好好的跟随上人修行 因为我也是因为 懵懂了人生 然后绕了半个地球 然后绕了一大圈 才回来找回上人 然后被上人回收之后 才在这个地方可以发挥一些 小小的生命的一个良能 那上人更提到说 若没有当年的小木屋 还有那位三位老菩萨 在那里守护着 那一位修行者 上人有时候很幽默 上人就问大家说 那一位修行者是谁 那当然就是上人 所以其实小木屋这样一个场景 那上了那么坚定的心 在那个小木屋休息 才有办法后来成就了 五十多年来带领的慈祭人 那在当有苦难的地方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及时去救援 那全球有两百三十几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 现在已经救援了 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地区 那即将 就是再加入第一百二十五个的是 布丹 布丹因为刚好有一个姻缘 然后人家来求援 我们现在也在那边 然后后来因为疫情 他们提出了PPE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送到那个地方了 现在就指 就是等他们确定 做正式的捐赠仪式的时候 就可以纳入第一百二十五个国家地区 那上人的智慧都是这样子 累积起来的就是他的一个用心 就是专注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当我们在国际救援 有很多的一些正在经验的时候 其实都是来自于上人一直累积累积 这些的丰富的经验 像他就会提到说 有人提说年轻的救援时就会问说 就是在做这些救援工作的时候 有一堆就会问说 怎么耕作啊 然后上人就会说 种子是什么时候播种 如何耕作 那这些都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慈云市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后来我们就 再回想起来 缅甸的救灾 或是在辽国的救灾 当救灾的过程当中要发稻种 可是稻种它的播种期 还没有到了过程当中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我们是不是先筹备 到那个时候再做发放这样 上人就说 那控党的部分 其实可以让土地 也可以更多的运用 所以上人就会教导 大家说控党就可以种豆 那所以这些经验都来自于当时 不管是在慈云市的累积 或是来到花莲 早期在生团当中 其实也教导很多前面的 我们的兄长 那就是资深的师傅们 也是这样子在教大家 所以上人那天又幽默的就是 也是点我们一下 将我们一下军 他就说现在我身旁的这一群 就是我们随时的这一群 他就说都没有经验 所以其实也是很惭愧 就是让我们更怀念起 就是前面的长者师傅 像德驰师傅 他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典范 上人怎么说他们就是什么做 然后守住这个家 其实在最克勤克俭克难 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点点滴滴都是守好这个部分 然后也把这么好的一个经验 传承给我们后辈的 后来才进来生团 然后跟随上人出家的部分 那其实子师傅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当自己在缅怀的时候 其实我感受最深的是 当我自己从志工转同仁 到后来我觉得因缘俱足了 那跟着就跟家人提起 就说我希望可以转常住 然后希望一直在这个地方 那可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我的大师兄子师傅 他就跟我说 你要确定哦 在这个生团是非常非常需要吃苦的 因为我们是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然后是智力更生的一个道场 所以你要有那种 就是一定要做到的是 彻底牺牲彻底奉献 你知道如果是吃了这个苦 你就可以确定 可以就是请求上人 收你为弟子 然后出家园底 所以我自己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 那大师兄是真的是做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那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在上人旁边 随时是真的感受很深 上人随随地在教导我们 那上人可能看到了疫情这么远近 大家虔诚度到底够不够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 在SARS时间或是在914件的时候 其实上也一再在呼吁大家要前程的祈祷 尤其在SARS的时候 那五天祈祷其实在生团当中 刚开始呼应的时候是很多很多的人 那慢慢慢慢 就是可能生团真的也忙碌 然后加上是中午休息时间 所以慢慢慢慢人越来越少了 可是当这一次从去年的COVID-19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诚心忏悔 然后我也自己很主动的带动 所以我五天祈祷 几乎如果是在金色在生团的时候 我中午都不敢去楼上疗房休息 我怕错过这样的时间 那其实到后来可能出现在在 就是祖堂祈祷的慢慢人变少了 可是觉得常常会去思考 那也最近在五天祈祷带动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就说 像就是穆斯林 伊斯兰叫穆斯林 他们可以那种虔诚的那种的生性度 是每天五次的时间到了时候 就朝向卖家的方向 虔诚的祈祷礼拜 那但是我们身为佛教徒 我们的虔诚度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依仗子每天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功课 所以当后来常常就说 五天祈祷要吸引更多人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活泼一点 带动慈悸歌曲 上一讲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上一真的也是应时事 应现在的一个年轻人需求 或是更多在严肃当中 也有一个活泼的东西可以带动 所以上一就呼吁人人虔诚祈祷 那就跟师父这样讲 跟清修士讲 十号真的马上也承担起来 然后师父们更是觉得这无旁贷 所以现在很感恩是一群终生大的师父 他们真的很用心 每天就在想今天要用什么歌曲 然后其实每一首的持续歌曲当中 其实真的就是都有他的故事 是都很感动很感动的 那所以现在也是都有师父承担 那我们更祈求的是 既然是志工有百印千印 但是这个万印的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期待 是因为每天的前程就祈祷 虽然我们有看的数据 还是都是可能从最开始慢慢人减少 现在有两千三千 但是比起全球的慈祭人 其实那个还是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希望带动这样是一个 很固定的时间到你就万元方向 然后可以这样子一起来前程祈祷 其实这一波的疫情 这样子一个世纪大瘟疫 是真的需要每一个人 有一个前程祈祷来 共振的声音 可以上达诸佛诸天听 希望是真的可以消灭这样的灾难 那也因应为是这样子 从前程祈祷到上讲的说 我会去整理上的开示稿 然后后来上也讲说 你们年轻人会嘛 每天传一句好话 或是传一段的句子 让更多人是可以理解 那好记又可以去身体力行的时候 那你们年轻人应该是要承担起来 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应该也差不多有将近一个月左右了 那我后来就发愿 就说好 不管是前一两天的开示 那里面有很精湛的内容 那我自己在整理过程当中 我就把它划为简短的文质 像那天上人就讲说 发心要长久 力运要坚定 见人要说好话 引导 他本来是说引导 那我就为了自据的那个 让大家可以很快理解 我说导人做好事 劝人要尊重生命 这一波上每天每天 开示几乎都是强调的 要忏悔灾界如数 真正净化己心 可以净化天地之气 所以其实到后来就 我就很自然的 每天早上只要空档 我就会把他想说 导人昨天开示是什么 那从这些开示当中 就去把精简出来 这样一个字句 那刚好也有一个很好的那种 算是合作伙伴 那他也之前是从事美工设计的 近世人文的一个美工设计 那他也有一些照片是之前拍的 那加上我也很喜欢拍照 所以我们就把照片交流之后 然后他有时候会用 他的照片 有时候用我的照片 就把它做成美美的图卡 那我每天就会发给所有 认识的群组 或是认识的人 那其他这样的东西是 大家如果收到 也可以广传 因为你广传给一个人 一群人更多人 那就会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这样简单的法 都会落实在生活当中 怎么样去净化己心 就可以净化天地 那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回归到要摘戒如树 这个是现在唯一的灵芳妙药 那我会把也会把这样的东西 贴在FB上面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 身体力行一起了解这样子 那这也是上海最近在讲 本草影大家都很清楚 那本草影是经由中医 跟花莲池院的研究团队研究的 那院长跟何复 他有一天就跟上海讲说 其实本草影 他的那个作用 就好像如中医的阴阳理论 可以就是气血浮症 那气血就是去除一个病血 是回到一个症案 那浮症就是辅助症气 增强自体的一个抗病能力 所以在过程当中就想到说 那上海开始刚好就提到说 世纪的瘟疫不止息 唯有人心 真的回归到去血浮症 那这样子一个去血浮症的方法是什么 灵芳妙药还是栽戒如树 让病毒眼里不靠近 那想到这个 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图卡的时候 他就用了一个东西 用一个另外的一个 也是花朵 那我就说不对啊 既然是气血浮症 上海讲的是 近视本草影 那最有效的 就是上海的智慧 发现的一个两个本草 是一个是艾草 一个是魔草 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照片 那只要我就传我的照片给他看 后来就觉得还不够 我们就再去拍一张 那拍下来 结果真的就是用那个魔草 就是通常我们端午节啊 会把他挂在门口去血 或是说你去 去人家商家 然后回来 以前的传统 小时候的家庭也是都会 好像是说 去那个烧那个茶水 然后来 好像擦擦脸洗涤一下 所以我就想要说 哇那就是用魔草丝 或是用艾草丝一个 就是最贴切的方法 所以因为这样子 就会制作出来 这也是金色之美 就是艾草魔草丝上 一个智慧 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现在在奔草影 其实今天下午 是一个台北池院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新冠肺 新冠肺炎医疗 医疗照护的一个 学术研讨 非常精彩的 一个下午的课程 那总共有十位讲师 我是从一点半 就很认真认真的听 那里面也有那个 就是内科感染科的主任 吴耀光医师 他们用实证来做给 让社长更安心 他们在医院当中 就找了 因为收治的病患比较多 他们就用71位 做对照组 一个有合本草影 一个没有合本草影 那果然从数据当中 证实的是 本草影它可以降低发炎 还可以就是 很快的是降低 那个病毒的 那个感染数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 是很 有科学的数据 是很安人心 所以今天下午 那场分享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可能就可惜你们刚好是时间上颠倒 是晚上时间上 那这也就是排至今色的 若以收 然后也是讲到要辞在接不善走 那就是应用上的一个法 那这也是在讲说祈祷的部分 就是期待大家是时间到万人放下 其实我觉得全美你们 不管是东岸全美 大家都很用心 尤其前任祈祷也是不间断 我们也常常在跟别人分享当中 期待大家带动的过程当中 也是跟大家讲说 真的就是要共同一念心 人人亲近这样子 然后期待是上达诸佛听 那这个也是像已经 从早起到现在 几乎是常常常常常讲 就是农天赋法要相信是绝对有 然后也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的言行举止 尤其在独处当中 更需要是戒胜虔诚的一个部分 那这也是上达讲到我们说 尤其这波的疫情 那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 也期待大家去真的是要记录下来 然后这其实记录过程当中 也是警惕我们上达诸佛就说 其实他自己每一回说话的时候 都很虔诚很真实 因为冥冥中有记录 有行的是你们在记录 但是无行的也记录起什么 起心动念也都在记录 所以上达就说 我的心是时常心念一致 愿力一致的 那这波的台湾 真的是面临这么严峻的一个疫情 那其实每天早上上人除了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去公早会之外 那我们现在是每天早上有慈善的防疫会议 那接着是医疗 就是各院的医疗 他们会报告各院的收治状况 各方面 那包括四大之夜 慈善交易人文 都会一起在线上一起听 因为其实报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温馨感的故事 也很多辛苦的一面 那人文之夜也是期许 就是希望听到这些 然后去追溯更完整的故事 所以真的很感恩是 谣人路师兄回来之后 那现在承担起人文之夜 这边的一个重则工作 他就你看那个 世界充满爱 其实就是他一个发想 然后现在那个故事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感动 那这次台北医院真的是承担很大 他们到现在今天的报告 是将近收治了800位的确诊患者 那但他有一天院长就说 我们今天因为还要接 那个协助疫苗的施打 还要快筛的工作 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是 兵分九路要出去做事 就可以想见台北医院的承担有多重 那医院长他每天还是很沉稳的报告 其实相信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其实各医院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封城之下 是去年是去年他们也 台北池院去年比较小破的状态之下 其实台北池院收治了不少 但是他们都那时候是比较 是没有公开的 那上人也是就怕上人担心 到后来上人去醒脚的时候 他们才说出 当时他们是多么多么的一个 辛苦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那时候他就讲说 其实就是当时收治账疫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感恩医生护理各个方面 他们真的都是跑在地 然后再冲在最前 那其实后来我们去水师的时候 听到了苏宁主任他分享说 其实当时在他们也是台北 要去支援桃园 那桃园要去做快山的工作 也是要全副武装 那那时候他其实是 只是抱持一个医生的使命 可是家人就有一点不是很谅解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当英雄 可是他觉得说他真的不是这样子想 因为在他的分享过程中 是非常诚可 他就说他自己希望是勿忘初衷 是一个无视的奉献 然后他也发愿就说 他自己是守在加护病房 所以他希望是 就是加护病房不空 事不成佛 好像就是要守住地域门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就对他印象很深刻 那这一次在COVID-19 整个在尤其在新北市 双北那边整个蔓延出来的时候 其实患者是越来越多 那台北区院是在新北市 所以是承担非常非常重 我们看过整个数据 现在是全台湾亚东 收最多之外就是此剂 那其实台北区院不是医学中心 但是所做的是完全超乎医学中心的一个等级 那其实自己在看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非常非常舍不得 那苏文林主任他就说 他其实最怀念的是有一个确诊患者 然后他放弃家人 就是放弃整个救治的过程 受感冒呼吸困难 欢迎感染新冠肺炎 因此独自走路到医院治疗 检查后发现肺不浸润 血氧浓度低 筛减后确诊 肺炎的严重程度 是进展到急性呼吸窘迫症 因为在一个极度缺氧的状况下 很快速就是心肺有衰竭的迹象 一度还有急救将近有30分钟 当时面临是否装上叶克膜为生的抉择 根据医界的经验 这样的状况装上维生器材 存活率仅10% 医疗团队与家人说明后 由家人做最后决定 医疗资源的运用后 不得不做一些决策 因为家人的良善 把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资源 是让给更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痛苦一场了 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久后患者辞世 苏医师持续的参与防疫会议 穿着全套防护装备进入家护病房 照顾重症患者 承担起医者的使命 这次虽然救护病人 但他的心里却有着深深的感恩 面对无情的病毒 医护患者与家属用 无私的大爱精神来应对 虽然输了这回合 但美善的经验 将转成丰富的养分 让团队能够迎接更多的挑战 大爱新闻台北新店 综合宝宝 其实自己在看这样的影像的时候 感受很深 像上人就会提说 每天早上这样一个私讯会议 他真的是充满充满的 满心的一个感恩 真的就是感恩有这一群人 守护在那个地方 让整个在救护的 照护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团队发分了这样一份的力量 去安定很多很多的心 那其实自己在 在每次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 就会想到 舒芸琳主任的菩萨声音 真的是就如我们在听 拥抱长生那首歌的时候 就像想到说 如果不是大人大友 怎么样 怎么可能去拥抱长生 那今天我想用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ending 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一则故事 就是打怪兽的妈妈 那已经自己看过了两次 然后也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其实每次看都每次哭 那真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就是有一群人 他们就是守着上 给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精神 那包括很多很多的医生 不管是从辞大毕业 然后经过了这样子医学的熏陶 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都是很勇敢的 就说我要进入第一线 去守护着他们 然后希望每一个人 都可以平安度过 那包括护理人也一样 所以我想今天用 世界充满爱 这一个的打怪兽的妈妈 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的医疗志业 是报线上怎么样一份的精神 那我们一起来看 宝贝 宝贝 妈妈要去跟病毒的怪兽打仗 不然很多人会被病毒 这个怪兽打败 走了 好可以 Go 我们这边的病房 原来是脑中风附建科病房 那一夕之间是 在上上个礼拜 因为疫情的关系 紧急要成立疫情的专责病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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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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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头发料 快点 你看一下垃圾 没收到 你看一下 他不应 他也不是不应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很重的 手术 我们这边有六个妈妈 包含我十七个 都家里都有小孩了 那当下全部都投入 立即就申请了我们医院的临时宿舍 氧气先罩着 不然你会不舒服 奶奶 你来 白痰 白痰 我遇见你 对 很棒 你把面罩转过来 大家都24小时是在医院里面 那当他们休息 放下的那个工作了以后 事实上他们都拿起手机 因为小孩子下课回来 或是被保姆家接回来的时候 晚上才有时间跟孩子视讯 凯克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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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兒子要把他拖住 氧氣 那個堵了嗎 氧氣先帶走奶奶 因為有被折不得我想念 而且他們會說 媽媽你怎麼還不回家 什麼時候再回家 然後我兒子跟我說 媽媽你不要在狗外面肠病毒了 你趕快回來 等肠病毒 變少的時候 你再出去上班 不要再賺錢了 沒有關係 我跟小朋友說 如果任何常病毒 媽媽要去消滅病毒 然後等肺炎病毒變好的時候 媽媽就會回家 都是我自己顧 現在給媽媽 反媽媽顧 所以就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一小時候放假有空就買一點東西回去給他 喂媽我回來了 那你把玻璃門關上喔 好 好 媽媽把玻璃門關起來 然後我是放了 放在外面曬太陽 然後噴一噴酒精 然後把門把配分 然後再放在外面關上 我也不敢太靠近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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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過兩天就回來了好不好 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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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加油 得你回来 爱你哟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医护人员 我觉得可能是你本来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命感在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护住我们的 我先生说不要让我回来 因为我说可是大家都在前线 我觉得一种实力感吧 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份永久无序的一些感动 甚至用义无反顾去承担我们这种护理的使命 就是让我非常清佩的感动 做爱的加油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很感动 其实真的每次看完每次哭 那这一次真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职业是全体动员 包括协助打疫苗 也是用一份恭敬的心跪着 或是现在也是就是采长者不动 就是医护人员自己来动 然后一份这样一个恭敬心 也是鼓励大家真的要打 不要因为媒体的一些舆论啊 然后就害怕打疫苗 那整个团队是台北紫苑是真的非常幸福 不只是自己院内的收 还就是肩负起承担那个防御旅馆当中 也是有很多的患者 然后大家也是都是守护好自己 因为上人讲说每一个人都要平安 所以就是一定要守护好自己 可是你看院长是那么那么忙 但是当物质到的时候 他还是亲力亲为去搬去感恩所有的人 然后就是院长这一份大家长的那种承担 是让我们觉得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跟不舍 那他也说他其实瘦了 可是还是一样就是 他担起这样一个重折大任帮上人担起来 那这样一份的爱其实不只在台湾 已经延伸到了印尼 那相信如果看媒体新闻也看到 印尼的医院经过了这么多年 也是在6月14号先启用了整个防御中心 那第一位患者接到了就是一位怀孕的妈妈 跟台北池院一样 其实台北池院有很多的故事 颇富财 今天他们在分享当中已经接了五个个案 有四位是产妇 然后孩子的过程照顾当中 其实很多很多的挑战 但是他们都一一克服了 而且让产妇 妈妈都是平 跟孩子都平安 然后产妇也出院 那这样的妈妈 其实在印尼也是第一个婆妇生产 第一个个案 第一个婆妇生产 然后产下了这样一个对送胞 其实这个爱是可以相互循环的 那所以其实真的很感兴 是我们生活在这样此次世界当中 尤其是上人真的撑起了他的 就是挺起了胸膛 撑起了腰 然后陪伴的大家 一路以来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上人觉得自己 要发挥自己生命能量 活在一天就是要说慈祭 把握这样的因缘 带着大家做慈祭到最后一个国度 那所以刚看到前面我们真的真的就是觉得 如果不是大人大友 怎么可能就是有谁敢拥抱长生 那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还是其实 最后只会只能跟大家再分享 本来有星巴卫的故事 可是其实是还是 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到那么多 那期待下次还有姻缘 那最后是跟大家分享 事实上你在开始当中讲的 天大 先降大任于诗人 这个诗人是他你我 人人都有责任 而且是用大我无诗 人人尽心力 也是要无数的我和我一体 才能消灭灾难 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这样子 不论在扮演任何的一个角色 我们也期待 每一个人都学习上一份的精神 天将大任 那这个大任 就是这个人是不分谁 就是大家一起来 大我无诗 人人尽心力 那无秀的我和为一一 然后真的就是 可以期待消灭灾难 让全世界人都可以平安吉祥 那所以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到这样的姻缘 那所以最后最后 还是前程的期 就是还是跟大家打一下广告 我们现在网路红发组 从6月11号到6月25号 我们已经播出了第二集 那藉由网路红发 藏助师傅 期待每两个礼拜一次 然后会藉由直播 来跟大家分享GPU 那现在是先从药草域 那所以很感恩是师傅们也是真的上 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然后有一个团队 14人的团队 我们会持续一再的一再的 就是把上传这样一个发水 那所以期待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 我们有这样一个直播的 的那个网路红发 不是那个很红的红是网路红发组 那所以最后也是跟大家一起来 虔诚祈愿 忍心进化社会祥和 疫情消灭天下无财 也祝福所有线上的发现家人们 福会双修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